大家好,Chuc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欧洲冠军联赛第四圈首回合 在星期三凌晨开打 将会有法甲竞女利尔主场迎战布拉格斯拉维亚 利尔身处竞争更强的法甲里面 球队整体实力更胜一筹 加上上一圈能够为主场取胜 所以利尔金仗的赢面是值得看高 他们今下在转会窗上没什么斩获 小收小步引入了沙拉奥尔 穆卡奥和伊顿密巴比 还有梅里亚等人 还高价卖出了连利约罗大赞一筆 在法甲手轮2比0战胜兰斯里看 获得正选机会的新门 沙拉奥尔和穆卡奥 整体融入速度不错 加上朗拿芬大卫 这位上季主力攻击手仍然在 并且已经连续两场赛事有波入了 他的发挥依然是利尔的赢球关键 另外近两届欧冠联 利尔都没有参赛资格 对上一次踢的时候只保在16强 现在是有机会重返欧冠联的分组赛 他们当然不想错过 加上上一圈主场利尔能够2比1赢球 当时他们甚至能够半场取得1比0领先 所以今仗利尔值得提高一线 银脚上后卫艾沙文迪就今仗要被罚停赛 另一边布拉格斯拉维亚 是捷克甲级联赛的班伯 虽然他们在国内联赛只手遮天 但球队在队史上只参加过两次欧冠联分组赛 相比利尔 他们明显是缺乏足够的欧冠联经验 所以就算近况比利尔好 他们今仗也不是稳粗胜券 他们上一仗只是迎战比利尔甲级联赛的圣基莱斯鸾 今仗他们要面对法甲竞女的利尔 完全不是同一个档次 而且利尔上一圈已经有足够的考验面对过了 因为他们上一仗能够淘汰摩连路带领的费伦巴士 而考虑到布拉格斯拉维亚 最近两场作客只能入一球 所以今仗来看未必对利尔构成很大威胁 所以今仗布拉格斯拉维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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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